歡迎來到雨潔同心 我是阿傑 這次的泰國行主要就是參訪為主 遊玩為輔的行程 那這個參訪團裡面除了我媽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見面的人 所以就會有一點害羞內向這樣 所以就幾乎沒有這種 嗨大家好我現在來到的是 這種對著鏡頭講話的畫面 所以才特別準備了這次的影片 歸納一下一些心得的整理 那這次旅行車安排的行程 大部分都不是很滿意 唯一滿意的就是我們這一車 他派了一個很厲害的導遊 真的很強 他就是做導遊做興趣啊 然後就是來跟大家交朋友 跟大家講故事這樣子 那以下歸納的很多泰國的知識 都是導遊所分享的 再加上小弟個人一點點小小的觀察這樣 沒有啦就是一些小觀察 到處走走看看然後就可以做筆記這樣子 沒有你也可以 唉不要這樣講這樣我也會不好意思 來首先地理的部分 泰國的國土面積呢 是台灣的三倍 泰國的人口大概七千多萬 台灣兩千多萬嘛 差不多台灣的三倍 曼谷耶 曼谷七百多萬人 台北兩百多萬人 大概是台北的三倍齁 那邊這個同學 阿這樣子 泰國的這個人口密度是台灣的幾倍 三倍喔不是呢 門口密度是一倍不好意思 陷阱題齁 媒體會考注意一下 欸那個直升上來擦一下黑板 再來社會秩序方面的話 只要是有冷氣的地方 就是淨煙 甚至有部分的海灘也是不能抽煙的 再來是嚴禁賭博 甚至連在公共場所 玩復刻牌都不行 要玩躲起來自己偷偷玩 好再來文化 泰國有沒有期待 幾乎看不到 泰國的交通很複雜 很災車 聽不聽得到氣敵聲 基本上是聽不到 如果聽得到的話 那應該是台灣人 國花 阿伯樂 開花是黃黃的那種 成大很多可以去看 警察呢 那種 是可以揮弱的 就這樣 女權 泰國女性的工作能力 是比男性還要強的 就有點像是 女主外男主內的感覺 好 再來交通 這個很多可以講 右駕 它就是一個右駕的國家 塞車 這個真的不誇張 除了有一些 國道的路段 是偶爾比較不塞之外 市區基本上是必塞的 塞到那種 你真的會覺得走路 會比較快的那種感覺 而且明明車道就是有 可能五六個車道 但是就是 滿滿的車子 國道有收費站 嗯 就跟我們之前有收費站的 長得很像 跟台灣很像 什麼很像呢 不然一些街道阿 什麼路邊攤 就是那種 稍微有點雜亂的那種景象 很像 還有什麼很像 摩托車超級多 跟台灣那種很像 救護車閃燈 台灣是紅色 那他們是什麼顏色 藍色 好 再來計程車齁 又有分這三種 一般的計程車就是 一般的計程車 摩托車的話 收費會比一般的計程車還要貴 為什麼 因為它是用來趕路用的 它可以鑽車縫 趕快送你到你要的目的地 因為計程車基本上 就是會被塞住 嘟嘟車的話 是用來體驗用的 因為真的很危險 不要搭超過一公里 那這一般的計程車呢 它跳表會從 35泰銖 開始起跳 差不多就是35塊台幣 為什麼這麼便宜 因為他們的燃料是用煤氣 煤氣比石油便宜很多 那這個煤氣桶 會放在後車廂 所以你如果搭這個計程車的話 你的後車廂是沒有辦法放東西的 那位同學不要打瞌睡 去洗臉 再來是車牌 車牌的話 它的字跟它的底 都有很多種顏色 那每一種車牌就代表不同的意義 其實跟台灣很像 只是它沒有再分得更細而已 那其中比較特別的是 比如說一個是紅底黑字的這個車牌 這個車牌是臨時車牌 你買新車 那你就要先掛上這個 紅底黑字的臨時車牌 理論上 到達一定的時間之後 你就要把這個車牌 換成正常的車牌 但是有些人就會想要炫耀說 欸我買新車怎麼樣 然後他就故意到時間到了之後 還不換車牌 就只有這種人 然後再來 皇家車牌 就是有特殊的皇家的圖案在上面 還有0號車牌 這兩個車牌呢 通常都會比車子來的貴 可能這個車牌都要幾百萬 或上千萬都有 那這些這麼昂貴的費用 主要都是拿去做工藝 所以你開著一台車 上面掛著這樣的車牌 目的就是要跟人家說 欸我很有錢 然後我也很認真做工藝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好最後 生活 那他們的插座的話 都是220V 所以說你要帶你的電器用品去的時候 你要注意它上面有沒有支援到220V的AC出入 那他們的插座跟台灣的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可以通用 然後小便頭的話 就像圖片這樣 上面沖水的地方 就像是 敦式馬桶那樣沖水的樣子 蠻有趣的 再來就是飯店的這個熱水啊 不管是五星級飯店還是不是 這個熱水啊 都超級不暖 像在起張溫暖 真的是 他們飯店的一大特色 再來他們的電線桿真的是 密集到一個 非常恐怖的境界 那個上面是沒有辦法停麻雀的 麻雀如果踩不好被困進去 他就飛不出來 那有沒有同學知道為什麼他們電線桿這麼恐怖 不是 不是 因為如果要把電線桿埋在地下的話 那個費用會是在天上的10倍 所以經費考量 他們所有的電線都是在電線桿上 那最後一個這個是題外話 這個跟泰國基本上是沒什麼關係 但是 這是我個人研發出的一個新的公式 飛機 加酒 等於耳鳴 真的是很恐怖 不要因為飛機上提供免費的酒 就一直狂喝 有人就是因為這樣子 在飛機下下降的時候 耳鳴痛苦到不行 反正就是這個酒會讓你的血管擴張還是怎麼樣 然後就讓你耳朵非常不舒服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泰國的一些小知識分享 如果覺得這部影片有幫助的話 不妨按個喜歡並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懇請訂閱一下 就當做做功德這樣 來各位同學 這次回家作業 在這部影片底下 每個人都要留言喔